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理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高情商的女人最好命,真正聪明的女人,一辈子有三不说,越不说越有福气,俗话说,出言有耻,戏言有度。 我们在说话时,倘若口不择言,可能会招来众多是非,但是,三间其口,三思而厚言,则会万事圣意,真正聪明的女人与人交谈,绝口不提三件事,福气才会不倾自来,不透心中隐秘,菜根坛,有云,口乃心舌之门,手口不密,谢尽真机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口是心的门,管好自己的嘴,才能守住心中的秘密,画龙画虎难画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社会很复杂,人心更复杂,想要过得好,防人知心不可无,不该让别人知道的事情,就要闭嘴守住。 一位朋友说,他是个心知口快的人,因为没管好自己的嘴,而被同事出卖,某次闲聊,他把埋藏心间的一件失心于人的事,告诉了他的一个同事,结果,在公司选拔下一任主管候选人的时候,该同事给他穿了小鞋,领导对他的信任大打折扣,升职加薪的机会,因此错失。 至今,他仍懊悔不已,听过这样一句话,有些秘密一说出来,就像打开了祸害的水龙头,职场职上,切记对人推心致富,因为,你对别人掏心掏肺,不一定能换来真诚,反而可能让自己备受伤害,当你把自己的隐秘,毫无保留的河盘拖出,就会像风一般,吹遍整座森林,尤其是关系亲密的人,一旦关系崩裂,你曾经说出去的秘密, 都会成为他们拿捏你的软肋,守着秘密,把自己调成静音模式,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智慧,如此,才能不落入是非,不受制于人眼,才会积攒绵绵不断的福气,不选家中财富,你是否留意到,当一个人热衷于炫耀自己,往往预示着灾祸的开始,道德经说,光而不要,尽水深流。 人在家境的时候,不要过多夸选,而要低调做人,尽如流水,无论身处何种地位或境遇,嘴上不逞能,不显摆,不嚣张,才能兜住自己的福气。 倘若一个女人张口闭口,都是自家多少套房,开多好的车,买多少名牌衣服,即使在有钱,也难以让人产生好感,还会让自己原本的幸福大打折扣,电影,芒刺,等女主角李芳。 嫁给一个富商后,经常在朋友圈展示自己优越的生活,她不仅筛可爱的女儿,筛宽敞的房子,还筛自己满屋子的奢侈品。 朋友说,你现在的朋友圈真够繁忙的,我微信被你刷爆平了。 她却洋洋得意,不以为然,殊不知,她的幸福生活正时刻被人觊觎,一场悲剧悄然而至。 有一天,她的女儿突然被绑架了,绑匪索要一百万,后来经警方初步调查得知,绑匪竟然是李芳的朋友圈好友。 诚然,人都有妒忌心理,若随意暴露自己的财富,很容易遭人惦记。 成年人的世界,希望你过得好,但不是比我好,真正聪明的女人,不会为了一世的虚荣心而炫耀自己,学会仓服才是正道。 同样,如果经济条件不好,也要懂得守口如瓶,因为当你说出来,有些人不但不会给予你同情,反而可能因此轻视你,甚至选择与你保持距离。 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曾提及,自己家以前很穷,一天只能吃两顿饭,那时,她的母亲从来不和别人说,并告诫她不要对外透露家中的困境,而是把头抬起来,把胸挺起来,第一,却,你跟人家分享艰难,换来的未必是联系,反而可能是嘲讽。 更何况,多说无意,要想走出困境,还是得靠自己去努力奋斗,沉得住气,耐得住苦,才是一个女人智慧的体现,不提诸多抱怨。 有人说,抱怨是往鞋子里灌水,越抱怨越不舒服,当怨气逐渐将爱已溶解,只则变成了宣泄的出口,不停地抱怨,只会加速毁灭家庭的幸福。 有一位朋友,她总是习惯性地抱怨周围的一切,老公做销售时,她抱怨她是多钱少还不顾家,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对她冷嘲热讽,今天怎么样,没被客户骂得狗血淋头吧? 你顺便把垃圾袋带出去,有那么难吗?我真不知道你的工作是怎么干的,一点效率都没有。 后来,她老公升职了,本以为情况会有所改善,没想到,朋友却依然能找到新的抱怨点。 有一天,晚饭过后,朋友让老公洗碗,而对方正忙于电脑前整理资料,没有立即回应,于是,她开始抱怨连连,就你一个人忙吗? 我每天买菜做饭,难道就不累吗?让你洗个碗都推三阻四的,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 她的声音渐渐哽咽,最后竟哭了起来,后来,她老公不堪其扰,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爆发,痛诉自己的委屈,强烈要求离婚,我们身边有些人,总是习惯性地哀声叹气。 看什么都不顺眼,不是骂世界不公,就是怪命运不计,殊不知,抱怨就像荆棘和仙人掌,不仅让周围的人感到烦躁和压抑,也让自己在无尽的抱怨中变得面目可憎,反受其害。 正如国学大师齐山洪所说,总是抱怨的人,会损害你自己的福气。 智慧的女人,不会经常抱怨或抨击他人,而是懂得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她们会在第一时间修整好情绪,专注于解决问题,而非制造更多问题。 她们深知,抱怨只会让情况更加复杂,积极面对,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。 人生岂能称心如意,做人切记过多埋怨,心怀阳光,才能坦荡而行。 写给女人的《哈佛情商课》中有一段话,高情商的女人,外表柔弱,内心却不脆弱,意志坚强,言行却不逞强。 与人交往中,高情商的女人,总能恰到好处地化解尴尬与危机。 她们很少感性行事,在平凡琐碎的生活,也可以活得幸福通透,人生在世,少不了人情世故的繁杂。 学会这十种方法,让每一个女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高情商,活出温柔而坚定的力量,对生活充满热情。 时间匆匆往岁月深处走,生活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。 但请你不要失去对生活的热情,一位29岁的女孩给三毛来劲。 我是一家报馆最低层的办事员,下班只能回到租来的小房子,面对贫乏的人生,我感受不到任何快乐。 三毛的回复则明朗热情,布置一间喜欢的房间,换一个新的发型,去学感兴趣的课程,用一种全新的环境去充实自己,用生活的梦想一点点装饰人生。 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,生活定会回赠你一个丰富美丽的世界。 若不被失意打败,敢用热情驱散生活的阴霾,女人便拥有了战胜自我的武器,人活一生。 不论当下处境如何,都不要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期待,热情地活下去,阳光才能透进来,不抱怨,不指责。 人生不如一世有八九,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心的时候,难免会心情低落。 倘若经常抱怨或随意指责,只顾发泄自己的不满,毫不顾忌他人的感受。 这样的女人,不仅人人必知不及,还会落个情商低的名头,再多的抱怨和指责,只会加速内耗,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。 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书中说我们抱怨或指责,是为了获取同情心和注意力,以及避免去做我们不敢做的事情。 高情商的女人,很少被不良情绪所影响。 面对困境,她们会冷静地找出问题的根源,用行动去化解难题,欲试淡定从容,做到心中有数,是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。 不抱怨命运,也不轻易指责他人。这样的女人,既能管理好情绪,也能管理好人生,多赞美别人。 约翰、杜威曾说过,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曲折力,就是希望具有重要性,希望被赞美。 而女人天性里的矜持和骄傲,总是利于赞美别人,也修于赞美自己。 学会赞美别人的人,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人,在某一期综艺节目中。 央视一姐倪平和董卿罕见同态,两人首次合作,让无数人感动不已。 董卿坦言,自己和倪平私交甚少,可是她经常会从同事那里,听到倪平夸她。 这种被前辈认可的感觉,让她备受鼓舞,更成为支撑她不断前行的动力。 愿意称赞别人身上闪光点的女人,本身也自带光芒,因为赞美别人,是表达自己真诚和善意的最好方式。 守时,生活中守时的人靠谱,做人做事有准则,有目标。 若一个女人遵守时间,办事干脆,行事利落,那么她身上便自带强大的气场。 吸引更多人的目光,而看不清目标和方向,缺乏直行力,态度不坚定的女人, 大抵生活也过得一塌糊涂,如若凡事拖拖拉拉,借口狡辩,时间一久,便失去了应有的信任。 身边的朋友,自然也会散去,人生碌碌,那些遵守时间,心中有度的女人。 不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,都有一种令人如暮春风的感觉。 和这样的女人相处,人生也有了节奏和目标,守时,是对别人的尊重,也是对自己的期许,善于包容。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女人,一遇到意见不合的人和事,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之中。 试图说服对方遵从自己,结果只会让人静而远之,果断远离。 而一个善于包容的女人,能够明白对方的难处,体谅她的心情, 她用包容赢得了信任,也收获了一段良好的关系。 高情商的女人,能看到别人的优点,也能理解别人的缺点。 她愿意去接纳不同的声音,也愿意尊重每个人的观点。 因为真正的包容,既能容纳了别人,也给心灵留下了自由的空间。 当我们不再固守自我,捍卫所谓的真理时,才能感知到更大的世界。 任何时候,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。 才是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,懂得聆听。 很多时候,一个人话说得多了,听到的反而就少了。 热衷于表达自己的女人,总少了一些聆听他人的耐心。 如果一个女人在你面前滔滔不绝,往往使人疏远,也被人看清。 因为好话不再多说,学会聆听才是真本事。 懂得清听的女人,会主动搁置对自我的关注,屏蔽不需要的言论,给对方一个舒缓的倾诉环境。 如此不仅增进了亲密与好感,也让关系更为融洽。 哈姆雷特中说,凡事需多听但少言,聆听他人之意见,但保留自己之判断。 聪明的女人在聆听时,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他人,还可以辨别出好的思想,来提升自我、聆听。 给予一个女人安静的力量,也尽显她为人处事的修养。 不说闲话,一个爱说闲话的女人,永远将目光放在了别人身上,要么给对方使绊子,要么让别人沦为自己的谈资。 最近热播剧《我们的婚姻》中,沈慧星就遭遇了职场危机,同时李莎经常给上司打小报告,称沈慧星总是提前下班。 在上司批评她报告出错时,李莎依然不忘将矛头对准沈慧星,暗示她消极代工。 没想到,她的心计被上司当场戳穿。 一个只顾着挑拨离间,说人闲话的女人,根本没有精力放在工作中,不如索性将其开除,闲话虽小,可带来的伤害却极大。 不说别人的闲话,是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善良,任何时候,说别人的闲话,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,如此才能增长知识,提升能力,获得更好的成长,不自卖自夸。 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类女人,她们总是貌似不经意炫耀自己的家世,称赞老公事业有成,或夸奖孩子品学兼优,热衷于自夸的女人,不过是隐藏了真实的自我,成全了内心的一份优越感。 殊不知,一个人炫耀的东西越多,暴露自己缺点的可能就越多,现实告诉我们,与人前的体面相比,生活的冷暖自知则更为深刻。 聪明的女人不会处处招摇显摆,也不会自卖自夸,越是厉害的女人,越平易近人,谦虚谨慎,人生在世。 好的关系不是自夸出来的,而是用爱去努力经营出来的,与其卖力得到他人的好评,不如学会低调行事,不骄不躁,不卑不亢,才是一个女人内心风盈的体现。 不过分比较,生活中对于有的女人而言,有些失忆和挫折,不是因为失败。 而是因为比较,容貌与资本,事业与家庭,似乎都成了生活的筹码,每个人都想赢得最终的胜利。 然而,羡慕别人拥有的,只会忽略自己所拥有的,太执着于比较,过分去比较,只会让自己变得不快乐。 一个女人的安全感,不在于她外在的比较,而在于她内心有多充实与幸福,高情商的女人之导。 真正享受生活的人,从不会因比较而感到自卑,更不会因此丧失生活的信心。 正如杨将先生所说,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 简朴的生活,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,女人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较量,放下比较,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,责任心强。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,我欲于群峰之巅,俯视平庸的沟壳。 我生来就是人节而非草芥,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。 这两句气势恢弘的诗词,是云南丽江华平女高的孝训,也是校长张贵梅一生追求的理想。 为了大山里的女孩,不再忍受愚昧和贫穷,张贵梅从师范毕业后,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,挨家挨虎劝说女孩上学,身上的责任,肩上的担子,让她一干就是一辈子。 她进行了一位人民教师最好的职责,也给无数农村女孩铺就出了美好的未来,女人若有责任心,便有了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,她可以让我们在低谷时不起美。 高处时不张扬,永远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,脚下的力量,很喜欢一句话,情商是一种能洞察人生价值,皆是人生目标的悟性,是一种可在顺境,逆境之中,穿梭自如的能力。 对女人来说,情商是一种不刻意掩饰的真实素养,更是一个女人不可或缺的幸福资本,每一个高情商的女人,都有着把生活过好的能力,懂得着十大表现,让自己修得从容不迫的心境,拥有敢于做自己的真心情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